欧洲联盟在今年6月通过了一项反森林砍伐法令 对东南亚国家的棕油业带来严重影响 我国更是首当其冲 首相拿督斯利安华表示 大马、印尼和泰国等棕油生产国 已经采取积极的措施并遵守条规 希望欧盟可以抛开城建 认可生产国所付出的努力 毛豆腐与盟不确监 国家的卫生和泰国新军事 尤丹斯特有向法令 也是财政部部长的安华 今天出席大马棕油委员会 国际棕油大会开幕历史通报 截至去年 我国的棕油出口量达到5100万吨 占全球市场的31% 加上下游产品的出口收入 总计超过1371令吉 是我国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